哈囉 大家好 我是鹿講 現在時間是4月27號星期一的晚上6點31分 在這裡跟大家報告一下日本現在最新的近況 因為這次的疫情真的對日本的社會跟經濟 就是全部生活習慣都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有很多觀眾會一直私訊我的Instagram 或是我的Facebook 問我說我們現在還好嗎 還有日本現在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所以就拍這個影片跟大家說 我現在在日本實際上生活有什麼樣的改變 還有我實際感受到的事情 首先先跟大家說 日本政府已經宣布 他們將會發放一個人10萬日元的給付金 發放的對象包含就是日本國民 或者是住在日本 然後持有日本的住民票的外國人 這不是所有外國人都能領取喔 是像我剛才說的 你需要可以提出3個月以上 再留資格證明或者是住民票的日本再住外國人 才可以申請這次一個人10萬的給付金 那這個給付金要怎麼拿呢 日本的政府他們為了預防疫情更加擴散 所以申請方式主要是以郵送 或者是線上申請這兩種為主 各地的行政單位都會寄 申請書到你的住民票上面的住址 住民票其實就是戶籍的意思啊 實際上拿到申請書之後呢 上面就要填寫你的個人資料 還有銀行的匯款資訊 還要貼上銀行帳戶的存證銀本 或是你個人的身份證明的文件 例如債留卡、健保卡、駕照這些東西 全部都填完之後呢 再把申請書寄回給當地的行政單位 政府就會把10萬塊匯到你貼上去的那個銀行戶頭裡面 如果說你持有My Number的IC卡 我去拿My Number的卡給你們看 等一下喔 就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身份證這種感覺 只是它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等一下喔 好我回來了 我發現要填個人資訊很難給你們看這個卡片耶 當然就是像這樣子 像我們台灣的身份證這樣 這樣一張卡 就是這個My Number卡 只要你有這張My Number 就可以上My Number的專用網頁 或者是他們手機APP 叫做MyNapod. 搭配IC讀卡機 或是有讀卡功能的手機 來進行相關資料登入申請 都非常的方便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不是大家都有的呢 其實日本是不像我們台灣一樣有身份證的 他們都是用健保卡 或是公司的卡片 或是用駕照來證明他們的身份 外國人的話就是用在留卡 其實我也是覺得日本這樣戶籍系統很亂 因為有可能沒有考駕照 然後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健保嘛 像我認識幾個日本人 他們就是真的沒有健保的 我覺得很難就好好掌握戶口 所以日本的政府也開始推這個My Number 那日本政府在推這個My Number的方式就是 會先寄一個綠色的通知卡到你家 跟你說你要去市議所或是區議所 申辦這個卡片哦 你真的去了之後辦那個卡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便利商店那些 引引你的住民票 政府就會跟你說這樣很方便 然後也方便政府去管理就是這些戶籍嘛 可是有很多日本人不會做是為什麼 第一個是因為不辦其實也沒什麼損失 因為還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My Number 所以當你在日本申請任何文件的時候 他們也都很少人會跟你要那個卡片的號碼 所以就會有一點影響到大家辦的意願 那第二個是大家不喜歡自己的個人資訊 都這樣子被記錄在一張卡片上 因為日本人很重視隱私權嘛 那我自己有聽說另外一個說法是 日本人不太喜歡被編號 因為之前在二戰的時候 都會把過次的人們編上編號 所以日本人會有一點排斥 但是這個說法我比較少聽到 我只是聽過有人這樣講過 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日本政府沒有辦法推行像台灣一樣的 健保卡口罩制度 因為他們健保卡也是一張卡而已 上面都是沒有IC卡的 那My Number上面是有IC卡的 這可能算是日本社會的問題之一吧 那這次的10萬塊線上申請 也是一定要用那個實體卡 不可以只用那個通知卡 因為通知卡就是一張紙而已 它上面是沒有任何紀錄的 這個很重要大家要小心 我從東京辦到熊本的時候 我的轉入啊 我的戶籍處理都是馬上處理完了 可是因為文當它一直沒有處理的關係 包括住民票跟轉入它都沒有做 因為文當禮拜一到禮拜五都要上班嘛 所以就沒有時間去市議所處理這些事情 那剛好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他們公司平日就有放他一天假 那我跟文當就有去市議所 想要處理這個轉入的事情 那也當然是因為想要領那個10萬日圓啦 那我們到市議所之後 市議所那個人就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沒有在東京那個地方的轉出證明 文當就沒有辦法申請轉入 文當當然就是連轉出都沒有辦啦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日本人、國人 所以他覺得怎樣都沒差 像我在台灣可能也不會這麼認真去處理我的戶籍問題 可是我是外國人嘛 我在日本就會比較認真處理這些事情 反正文當他就是沒有去做這個轉出 所以他當天就不能轉入 那後來就是打電話到他 東京原來住的地方的區議所去問說 那個轉出證明要怎樣才可以申請 東京的區議所是跟文當說 要他上那個區議所的網站去下載轉出證明書 全部填完資料之後 寄給那個東京的區議所 然後區議所都審查完 確定沒問題之後呢 才會把轉出證明再寄到熊本這裡來給文當 然後文當還可以拿那個轉出證明 去熊本的市議所去辦轉入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當天我們是有詢問市議所的人 關於10萬日元給附近的事情 就是市議所的人 他們也沒有到非常清楚 可能是政府那邊也都還沒有下達比較詳細的命令吧 所以市議所那邊 他們也都還沒有到很了解的感覺 反正我現在就是等那個申請書寄到我們家 我就可以給大家看得怎樣 雖然網路上就是NHK新聞也有報導過 我身體書就是長這樣 我貼在這裡給大家看 可以先看這個來預習一下 到時候要怎麼寫 現在日本真的全國各地 都有非常多起 跟這次肺炎有關的詐騙案件 例如在3月的時候 群馬縣跟長野縣 都分別有跟肺炎有關的 新型的詐騙案例出現 例如群馬縣有很多人都接到 偽裝城市水電公司的電話打到家裡 打電話過來說那個病毒 會附著在那個水管上面 去要求那個除菌費用這樣子 那長野縣也是有很多人接到 假扮是衛生局的職員打過來的電話說 要做衛教的關係 麻煩告知家庭成員的組成狀況 就是以這樣子的方式來去要那個 個人情報資訊 你可能會相信的把它講出來嗎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 那另外關於我剛才說的那個10萬日元 當然也有新的詐騙手法 那在日本的推特上面有很多日本人都表示說 他們都有收到關於肺炎的相關詐騙的信 那個信的內容就是說要匯款那個10萬日元 然後就跟民眾要他們的個人資訊跟檔案 還有他們的銀行帳戶 這些非常私人的情報 那也因為這些詐騙越來越多的關係 就是法務省就有出來公開說 他們不會因為這是10萬日元的東西 就是請任何日本國民去進行ATM上的操作 就請大家小心不要被騙 也要小心不要提供任何的個人情報 還有密碼 而且也不用支付手續費 就是請國民要小心一點 不要被這些假情報騙 那除了剛才那些詐騙事件之外呢 我也有看到新聞說 在東京有刑機可疑的中年男性 跟小學女童說 他是衛生局的人 要進行那個病毒檢查 就要擁抱那個小學女童啊 去撫摸他的身體 在現在這樣很動盪不安的社會情勢之中 就是有很多不肖分子 想這些新的詐騙手法 或者是新型的犯罪會出來 也是日本社會現在的隱憂吧 我覺得 現在日本的政府還有很多觀光協會 就是各地觀光組織都在出來 呼籲說 請大家黃金洲待在家裡 不要跑到外縣市去玩 黃金洲是日本在五月的時候 一個最長的假期 可能會放到一個禮拜 日本人就會在一年 這個最長的假期的時候 到處去玩嘛 那如果日本人今年的黃金洲 沒有忍住 還是要出去玩的話呢 就會導致疫情擴散 那地方的醫療資源 當然是沒有手足圈那麼豐富嘛 甚至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沒有負壓病床的 最近東京的湘南還有沖繩 都有出來呼籲說 請大家不要來 就是好好待在家裡 不要趁現在來觀光 那除了這些觀光協會啊 政府在呼籲之外 日本的藝人界 也有很多藝人都出來推廣這件事情 畢竟藝人說的話 對很多年輕人來說 可能比政府說話還要動聽嘛 還有傑尼斯的偶像 傑尼斯是一家非常非常注重 校長權的公司 但是像是阿達喜 已經連續兩週在YouTube上面 上傳他們的巡迴演唱會的DVD 讓大家自由觀看 當然是期間限定的啦 可是傑尼斯做出這樣子的改變 在日本社會是一個蠻大的事情 那究竟結果怎麼樣 可能也要等到黃金周 那個時候有新聞出來 才知道日本人有沒有好好的待在家裡 那我自己的生活受到什麼影響呢 其實老實說 熊本是沒有東京的感覺 那麼可怕 畢竟感染的人數不一樣嘛 但是還是很小心 我一個禮拜幾乎只會出去一次 就是出去購買食材 那些必要的生活用品 不然我都是不會出門的 那我自己在家裡看一些新聞電視節目的時候發現 就有些新聞電視節目會做很可愛的動畫 然後他們裡面動畫那個主播小姐就有戴口罩超可愛 可是他們實際上那些真人都沒有戴口罩 就是有點矛盾 我出來買東西的時候就有發現 店家幾乎都是休業的 而且是沒有寫到什麼時候的休業 雖然還是有很多店家都寫是到5月6號為止 就是日本結束緊急事態宣言的那一天 可是因為緊急事態宣言 我覺得可能會延長啦 所以就等於是無限期休業這種感覺 餐廳飲食店那些幾乎都是沒開門 不然就是可能 平常是開到晚上10點11點 會變成8點啊7點半就關門了這樣 其實對大家的生活影響都還算蠻大的 然後電車窗戶都會打開一半 就是維持通風 這些是我來日本這麼久的時間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吧 所以印象真的是很深刻 而且就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覺得很不像現實這種感覺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Shop這家公司 他們也開始做口罩 然後開始做口罩 一開賣就買安全帽賣光 因為我們現在老實說 我跟文當去很多地方是完全買不到口罩的 然後是還好就是我爸媽他們有寄一些給我 然後文當的公司他們會發口罩 就是我們兩個現在口罩是還夠用的 就是很謝謝大家的關係 我們兩個現在物資算是還滿足的 但是就是因為我身邊有非常多的日本朋友 還有台灣朋友他們真的是買不到口罩 就是連熊本都這樣了 更何況是東京 真的是買不到 所以Shop的口罩一拍賣 馬上被搶光了就全部沒了 那現在就是改成抽選制 就是你要買口罩要用抽的 很像是那種動畫才會有的場景 就是我真的沒想過有一天世界會突然變成這樣 那現在讓文當來講一下 就是日本的公司 他自己實際上有什麼感覺 我家的公司也有很多人在公司 市場上是半分出現 半分是在公司 那是每天交代交代的 每天 密度都沒有 那些公司也有很多人在公司 其他公司也有很多人在公司 各業者也有很多人在公司 我的朋友們都很常常在公司 文當是做建築的嘛 所以他還是要去公司 這是沒辦法的啦 但是我身邊只要是做office的朋友 他們全部都已經是在家工作了 那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 日本最近鬧得還蠻大的新聞 就是大家不要一直罵日本人 說日本人很瞎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日本人 也覺得這件事情非常的瞎 我之前在直播有提到 日本他們這個緊急事態宣言 是不能封鎖城市的 不能直接說 大家都不能出來 因為人權的關係 日本政府只能出來說 請大家就是不要出來好好的配合 拜託要求這種感覺 然後也是請求店家停業 不能直接勒令要他們停業這樣 那有些店家就會不甩政府嘛 當然這樣的店家是很少數啊 就有一些小鋼豬店 他們是怎麼樣都不肯停業 大阪的知識 知識就像市長這種感覺啊 大阪的知識就出來說 要是你們不停業的話 我們就要公開你們店家的名字這樣 那小鋼豬店還是沒停業的 那大阪的知識呢 就公開那個小鋼豬店的名稱 結果隔天就是那個排隊的人變成兩倍 因為想打小鋼豬的日本人 他們家附近的小鋼豬沒開 然後看到新聞公開說 這幾家小鋼豬店有開 他們就馬上去排隊了 我覺得大阪知識應該非常的無奈 這件事情我相信是衝擊大家的三觀 覺得很嚇 就是可是真的 不是日本人全部都這樣 因為我認識的日本人也都覺得 這件事情非常的嚇 那這個會不會變成防疫破口呢 就是毫無疑問就是確實是 雖然說緊急事態宣言 直到5月6號 我自己是覺得一定會延長啊 因為日本的狀況 現在看起來好像是沒有緩解的感覺 我覺得 雖然一切都沒有到很樂觀 但是 我 心裡就是 不會放棄那個希望 就是希望 日本可以好起來吧 我每天晚上都會看新聞啊 新聞不只播日本的 會播其他國家 看了就會覺得很難過 我們現在真的是活在一個非常時期的感覺 那我真的覺得台灣大家非常的幸運 然後台灣的政府就是 非常的夠力的抑制住這個病情 那就希望 日本可以跟台灣一樣 就是大家都好好的度過這一波 就希望日本越來越好啦 然後也希望在看影片的大家 你們都要安全健康快快樂樂 我們這邊很好 大家不用擔心我們 謝謝你們 就是很多人關心我跟文檔 才拍這個影片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現在狀況是什麼 好啊那這樣子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來越好囉 大家再見 掰掰 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全在除了 我們下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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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 made ρώ 2018 我們下支影片